这次可能相对以往,可能我觉得好一点就是它提前预警了嘛 提前预警了,然后这两天看还不是那么特别严重 可能我估计要是不预警的话,可能这两天就没法出门了 而且我这每天也都观测着,在家里家外边都测量着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,但是确实这是个问题,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确实挺不方便的,就是出行了什么的 因为我特别不爱戴口罩,出门啊,比如是上个超市啊,买个东西 带孩子出去玩都出去不了,六日是不刚过吗 孩子就在家待了一天,待了两天在家